OK,好,我们先来回答几位朋友所寄来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相应部47.16经 这里面有一段经文它讲到 那么玉迪亚,在这里你要在就最初的善法上进化 什么是最初的善法呢? 以善清净的戒与端直的见 玉迪亚,当有你的以善清净的戒与端直的见时 玉迪亚,依止于戒,在戒上助力后 你应该在四念柱上休息 首先端直的剑,指剑要达到什么程度呢? 二,这篇经文是不是告诉我们应该正了出国 才开始休息四念柱呢? OK 首先第二个问题,不是的 并不是说你要正得出国你才开始修学四念柱 到了尤其是不派佛教,到了论书的时代 有越来越多的人,他们把这个端直的见,这个建立起正见,跟出国是等同的 今天有很多那个华语圈子里面的佛教老师也是这样子认为 但是呢,那个经典里面他经常他用端直的见这样的一个表达法 他表达就是一个很单纯的意思 简单的来讲端直的见 然后在我看来,在我能够回忆起的程度 它有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跟业力有关联的 所以跟业力有关联的意思就是说 你要确知,你要确信 我们的动作 它有效应 也就是说,我们人活在这个世界呢 你可以透过 经常是微调 你的动作 而能够改变你的习惯性 然后改变你的习惯 你能够 对于你的生活的品质 造成直接的改善 你要相信这样的可能性 有这样子信心的人呢 他的人生就会是一个修行的人生 他就不会是一个 觉得我们人只不过就是一个环境的产物 或者是说我们人的苦乐 完全取决于那些 我们几乎无法管控的条件因缘 而能够产生出相信 修自己的心 它是我们作为人类最有意义的一种付出 这个是端直的见的第一种 然后第二种端直的见 是跟我们今天的话题有关联的 是礼遇的见 就是你能够好比说 就是你能够好比说认知到 执着它是一种生病的状态 执着你如果你把它当作是一种取乐的状态 而乐此不疲 那么就糟糕了 你就无边无际的苦恼 无边无际的疲劳 有人能够看到这是病 然后相信说 真正的快乐跟平安 是必须要透过礼遇而得到的 相信佛陀他所讲的这个四圣地的道理 这个是端直的见的第二个部分 所以最主要的是能够具备这两个部分 这样叫做有端直的见 有端直的见的人 他就可以开始修学出世间道 基本上面 他的观念跟佛法的价值观是吻合的 OK 再来 我近几年主要以学习原始佛法 很经典为主 但早些年是从学习南传佛教开始的 曾经学习过阿比达摩 现在还有很多朋友在学习阿比达摩 我现在有些困惑 不知道对于阿比达摩 是彻底放弃合适 还是可以兼而学之 想听听您的观点 我现在能认识到阿罕经典 有意有文 转型的力量比较强 而阿比达摩 语句枯燥 有点像吃钙片 维他命药片的感觉 很难消化吸收 读多了会有不舒服感 至于阿比达摩意理上 跟原始佛点的差异 我还认识不深 请明示 OK 我跟你的感觉是一样的 就是我跟阿比达摩是不相应 我想这个过去有经常听我课程的人 应该老早就已经觉知到这一点了 就是我对于阿比达摩 有很多的保留 甚至有很多的批评 这个到底要不要继续学阿比达摩 这当然是看个人 如果是我个人的话 我的生活是喜欢去思考 怎么样越来越简化 所以能够不要学的东西 我就不要学 如果能够不要做的东西 我就不要做 做的东西的话 我是深觉得到它有意义感 我要做的东西是因为感觉到 它符合我的短期目标 中期目标 长期目标 然后如果有其他的 做事情的方法 能够更快速更便捷的 帮我达到上述的那些目标的时候 我就可以选择不要做我眼前的事 所以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觉得光是透过经典的资讯 就能够帮助你修行 那实在是没有必要多此一举 再去学阿比达摩 我对阿比达摩的看法 不是只是说他的文具 枯燥这样子而已 最主要的是认为说 有很多阿比达摩的毅力 它是建立在有问题的假设上面 所以我举一个例子来讲 有好几个部派的阿比达摩 他们都认为佛陀他所教的无我 是一种解析术 意思就是说 好像说要能够证明 说你只不过是一个复合物 你是有很多的积木 所堆砌而成的 这样的一个积合物 阿比达摩他的逻辑是建立在这个上面 所以他所开展出来的那个毅力 很多的原子论 刹那论 他都只是为了要辨证 这样的一个认知 我认为这样的辨知 当然有可能 你如果上我应用 有可能在禅修上有一些效应 整体而言是 那个效应是不脏 而且甚至他有误导的可能性 所以我完全不会建议说 以像解析术这样的这个角度 来了解我 我会建议是以 病 以拥 以杀 以敌 以他 类似像这个角度 来了解非我 佛经的那个解释方式 也是这个样子的 佛经里面的那个非我 它可以跟不敬 这个字是完全同一词的 它可以是这个样子的 就是看你怎么样解释 如果要像阿比达摩一样 硬是把那个非我解释成为 因为是原子论 这样子的那个非我的的话 实在是太伤到细胞了 然后同时 它的那个导向 很容易是导向形而上学 它比较不容易是一种 行为的纠正术 OK 好 再下一个问题 我想说一下我禅修 我是五年前开始安班念 三天后 头上就有如探照灯般的 强光照射 这种情况持续了三个月 我努力避开 半年后身体的边界感消失 我问过很多人 如何修下去后 好像没有人给我答案 阿天您的回答 我还是很满意 就是法念出的内容 体验无常 趋向理喻 观察星星等 我以前学的理论 心是明法 受想形式 与您讲的心有很大差异 因此我问心在五欲以外吗 我现在理解 您讲的心的意思了 一是心静 二是熄灭的心 涅槃的意思 我近几天在修学心念处 是不是也应 按三一一项修 还有光亮感 是不是做出来的 OK 有一些人呢 他独特的因缘 他独特的身心的状况 使得他在 正式的坐禅 的努力上面 特别容易会有 这一方面的征兆 这个如果是按照 那个清新道论的角度 来解说的话 这可以说是 一种初向 就是说 还没有完全 凝定的禅项 这种初向 它产生出来的 方式 最普遍的就是光 那 如果你打坐 自然而然 没有透过很用力 没有透过钻牛角尖 你就会体验到光 的话 也不需要一味的 去排斥 这种光的现象 而是如果能够 但 如果懂得 善巧的把 这个光 导进 那个我们禅修的主轴 好比说 这个十六圣行 好比你这边 你所提到的新念珠 那是非常好的 怎么样导入呢 用一个角度来解说 像新念珠的角度 经常有像你这样子 根基的人 你可以透过 看到这个光的品质 而能够评估 你的新念 你的心境的品质 意思是什么呢 一般而言 你的内心 越去稳定 越趋祥和 那么你所看到的光 它是越稳定 越祥和的 一般而言 你的内心越干净 越无瑕 越没有心事 那么你看到这个光 它是越加的明亮 无瑕 皎洁 没有杂志 没有杂志在里面的 这个就是像古代印度的人 他们所传说的 修学新念珠的禅修者 他们在未来 如果投生到天界的话 那么他们身体所放出的光 直接是受到他们过去 修新念珠的品质而影响 能修的品质越高的人 他放出来的光 越加的广阔 无边 越加的光亮 越加的皎洁 无瑕 以此类推 所以你可以 把这个光 作为你契入 新念珠的做法 再更具体一点讲 我们以前 我们曾经有讲过 修学新念珠的一个 契入点 是 你感觉好像你的手 在扶摸着 你的棉被 早上了 你起床了 你准备要 折棉被了 然后在你抚摸这个棉被 它的表面的时候 你也感觉到 这是有皱褶的 这个是有皱纹的 然后你要试着把 这个皱褶 这个皱纹 抚平 用这样这个方式 来调整自己的心境 那是一种 透过 有一点像类似触感 你的手去接触到 棉被的质地 因之而做判断 因之而做出调整的动作 这边呢 你可以透过 直接去感觉那个光 利用这个光 来帮助你 感觉你的心境 它的质地 然后 你接下来的问题提到 这种心是明法 是的 这种讲法 就是佛经有的时候 还有阿比达默有的时候 他会把我们这个身形 分别讲作是色法跟明法 明色法 明就是受想形式 色就是身体 就是色运 所以五运里面的第一个运 它是归类于色法 后面四个运是归类于明法 是有这样的分别的 所以的确是有那样子的讲法 但是 我自己使用这些词汇的方式 有点不太一样 我想你在这个地方也已经了解 所以我也不用多说了 还有一个你提出来的问题 就是身体没有边界了 接下来要怎么样修行 好多的人都有问过我类似的问题 好 这样的问题呢 我们以前有回答过 但是没有关系 我们可以就是再复习一下 一个很简单 我不需要很复杂的解说的契入的点 就是你就连在没有身体的感觉的时候 一样可以好大程度继续修学十六圣行的 对不对 好比说你身体在这个色的响消失的时候 身体的边界感消失的时候 甚至身体的触感消失的时候 你仍然能够像观察心形 对不对 你仍然能够学习另心形修习 你仍然能够体会无常 你仍然能够培养礼遇等等的 以此类推十六圣行 它差不多可以在所有的境况当中进行 然后呢 如果要稍微复杂一点讲的话 我们以前我们有讲到过 我们之所以禅修 那个目的是什么 有一个目的 如果这个禅修 它能够帮助我们开发出 一个替代浴滩的娱乐 这是目标之一 是不是 所以如果假设说 不管你体验到的是无色定的乐处 或者是色界的乐处 不管是什么样的定 如果它能够很稳健 很可靠的作为你遇乐的替代品 使得你的心越来越不需要依赖 而且甚至能够帮助你的心 越来越清楚 看得到 那个娱乐它的过患 它的低劣性 相比之下 它的那个 那个粗糙 它的这个苦患 它的压力变得更加的明显了 这些都可以是禅修的目标 你的禅修目标可以是 模拟解脱 是不是 意思就是说 你对于那个圣者 那种完全脱离开驱破的状态 脱离开引头的状态 虽然我们还没有达到那样的状态 可是我们有的时候 在戒毒的度假中心里面 我们会发现 今天我都没有犯毒瘾 我就觉得身心就是很舒坦 我可以想象得到 以后我完全没有毒瘾的时候 那是更美好的 所以在你模拟的这个过程里面 你会更加的增加你的信心 你会更加的厘清你的方向感 而且呢 你在制约你的心 使得你的那个心啊 能要进入烦恼模式 引头模式的那个力道 越来越减少 我们以前我们也讲到过 好多这些禅修 它的目的是什么 你可以看一看 不管你的身体边界是还在 身体边界是不在 你进入的是空无边处的 那个氛围 还是事无边处的氛围 等等的这些氛围 如果能够帮助向上述的目标的 他都可以用的 如果能够帮助上述的目标的 那都是佛陀他所教导的范围 这就是为什么佛陀 有的时候也叫无设定 有的时候佛陀他是批评无设定的 是不是 他对于外道修学无设定 佛陀是批评这些无设定 他是不就近的 还记得我们以前有讲过 什么时候会批评 什么时候会允许 甚至是教导 允许教导的时候 就是当你善用这些境界 来达到我们刚刚所讲的那些目标 那么在这样的前提之下 无设定是好的 是解脱到的工具 如果不是这个样子 那么无设定 很多的人在这里面是很容易迷失的 为什么会迷失呢 很多的人进入到那么深的定 他会产生出一些邪见 像是宇宙是为室的 宇宙为心造 三界为心造 这是一种事无边处定的人 经常会产生出来的邪见 那个有那种无所有定的人 他经常会产生出来的邪见 就是一切法都是空性的 有那种非想非非想定的人 容易产生出来的邪见 就是凡所有相界是虚妄 以为说达到这种无相的认知 那就一切都解脱了 等等的 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 那个无设定就是佛陀所批评的对象 OK 好 我们再看 下一个问题 戒律上的问题 上周听您讲到有关蟑螂的回答时 问题是 提到了行解脱道的人 对于戒律的认识 通平常学界的认知 好像有些不同 能否详细的开始 OK 我尝试用几个角度来说明这个问题 好几部经典 甚至在皮奈耶里面 就是那个出家人戒律里面 都有这样子的典故 那个典故就是 早期佛陀刚刚开始在说法的时候 来亲近他学习佛法的人 人数不多 但是品质高度一致 而且是很高品质的 这些都是 本身已经有很好的基础 有很高的品德 有原本就已经有很强的离遇的趋向了 佛陀只是四两拨千金的 告诉他们 怎么样才是离遇的关键 那么这些人往往是听了一席话 听了几次话 跟佛陀修学了几个星期 就证得阿罗汉国等等的国位 在这样子的状况之下 佛陀讲的戒的部分是很少的 然后在这样子的情形之下 佛陀就算是有讲戒 这个戒也差不多是跟跟律仪有关的戒 跟律仪就是讲说 好比说我们眼睛在看东西的时候 你不要是让那个眼睛被贪婪 被饥渴所驱破这样子的看 你看东西的时候 不要是盲目的停滞在 那个会增生你的浴滩的那些影像上面 类似像这样子的交界 这个差不多是戒律最早的交界 随着佛陀的僧团人数越来越多 名气大了 这个就一个程度上 我不是说能够把自己自比为佛陀 就好像说我们周末听课的人越来越多 问的问题越来越杂了 原本我们刚开始讲课的时候 是非常精纯的 只是在讲解脱道的问题 但是随着人开始杂了 大家问的问题多了 可能接下来要讨论的问题 就是在什么样的状况之下 那个邪淫不算是邪淫 越来越复杂的问题 因为那种有问题的行为越来越多 佛教僧团他也是这个样子的 佛陀他的弟子越来越多的时候 开始佛陀又讲到了另外一种戒律 这种戒律我们姑且把它讲说是活命戒 活命戒的意思就是出家人 他是怎么样的能够养活自己 但理想中的出家人 他是不积蓄财产 他是纯粹为了修道 他是以起始为生 这个在佛陀定义里面叫正命 那佛陀他也举出非常具体的 什么叫邪命 所以第二个世纪的戒律 他是关于不允许出家众进行邪命的戒律 像什么叫做邪命呢 像出家人他们变得像是婆罗们一样 靠办法会 做法会 然后慫恿着这些在家人 讲说你用这个法会啊 得多少功德啊 死去的人可以得多少的功德啊 还有甚至更次等的 甚至帮在家人算命的啊 看过去世的啊 这个贩卖神通的啊 这个用各种的这个方式 想要获得更多的金钱的 这个是佛陀他说戒的第二个时期 这个是属于活命戒的部分 然后呢 到了最后的时期 因为出家众越来越多了 杂的人越来越多了 所以佛陀开始要讲具体的 哪一些行为不能够进行的戒律 我们姑且把这个部分讲成叫做 波罗提木叉的层次的戒律 这个层次的戒律就是像 到后来有些出家人 他出了家之后 但是却没有保持单身 没有维持他的范形的生活 而是发生了 跟其他人类发生关系 我觉得治戒 结果有人还是 对于这样的这个戒律呢 要想办法能够开脱 所以他说 好既然有这个戒律 不允许我作为一个男性出家人 跟女性发生关系 那么我就去找动物 所以这个佛教戒律里面 有这样记载 有出家人在佛陀制定了 不能够跟其他人类 有隐形 有性关系的时候 他跑去跟猴子 跟这个其他的动物 有性关系 所以后来又只好 在治这方面的戒 不能够跟动物有性关系 后来居然还有人 还跑去跟动物有性关系 所以只好在治这个戒 最后有的人 他想好 不能够跟动物有性关系 那我们跟死尸有性关系 所以后来又在治这个戒 所以波罗提木叉 他的内容 他是渐进眼镜的 这个原本有出家人 随时随地 任何时间出门起食 造成了在家人的困扰 三更半夜来 你跑来跟我要食物 这个不是打扰我 这是什么呢 这个闲话一传出 佛陀觉得这个是 有爱 有损 佛教僧团 他那种鼓舞人心 令人倾养的形象 所以他又制定了戒 要这个出家人 不能够在不当的时间 去跟在家人 乞讨食物 以此类推 所以你从这样的这个 过程里面 就可以知道说 佛陀他的戒律 是以法为重的 到后来不得已 他开出来的 那个律的部分 他是为了要服务法的目标 而开展出来的 同样的 我们如果看最早期的 杀的戒 跟杀有关联的 最古老的 讲这一方面的 那个经句 有如同以下的经句 他讲 不于众生之所行刀杖 意思是什么呢 杀戒的意思就是说 你别拿刀去砍伤 去砍杀 其他的友情 你别拿棒子去打 去殴打 其他的生命 你会从这样这个经句里面 你会看得出来 早期的这个杀戒 主要是针对 大型的动物的 我们是没有办法对 好比说 蚂蚁 行刀杖的 对不对 没有办法对 蟑螂行刀杖的 你如果看这个 早期经典 讲到杀戒的内容的话 具体讲到的案例 比如说有婆罗门 他们杀马 他们杀羊 来祭祀鬼神 然后佛陀对于这样的行为 有批评 是不是 这是很具体的竞杀 所以再次 他是针对 大型的动物的 他看到这个 有人 对于那个猫 对于那个狗 非常的残忍 对他们 殴打 欺负他们 这个都是佛陀 所呵斥的行为的 那当然 随着佛教徒 越来越多 生活细节 这个鸡毛蒜头的事情 柴米油盐处的事情 越来越多 都要去请教佛陀 或者是佛陀的弟子 慢慢慢慢演变出来 这种 关于蚂蚁 关于蟑螂 该不该杀的 这方面的争议的问题 如果是出家人的话 我想剥落题目 差的部分 是讲得很清楚的 就连这种小的动物 都是不能杀 可是作为 在家人的话呢 这方面就语言不详了 然后呢 如果我们 以生物学的角度 来看待 怎么样算是生物 我们怎么样算是杀生 细菌算不算生物 你如果说细菌是生物 那么你生病的时候 使用抗生素 遏止 杀死 那个细菌 所以能保存 得了你的 这一条小命 那算不算是杀生 如果 你要再 再更加的追溯下去的话 还有比细菌 更加微小的 类生物 像病毒 那病毒 它是介乎于 生物跟非生物之间 看你要怎么定义 从一个角度来看 它还是 它还是有生物的特征 如果连病毒 都不能杀害的的话 那或者是连细菌 都不能杀害的的话 那我真的是不晓得说 我们作为一个生命体 要怎么样存活 所以从这样这个角度 我想就已经可以理解了 我要表达的 佛陀他的道德 他不是为了道德而道 他绝对不是像后代的佛教徒 为了要求持戒波罗密 后代的佛教徒 他们要求持戒波罗密 是因为相信 你必须要培植 无量的福本 你才能够成为完美的佛陀 佛陀的教育 没有这样的讲法的 那是后来大圣的佛教 才有这样的新的讲法的 佛陀教育里面 不会叫你 把无边无际的时间 都浪费在培植 无边无际的福本上面 那是一个 没完没了的目标 如果你是一个聪明的人的话 你就应该要知道 把你的目标 设定在一个 有限的区块里面 这有限的区块 就是断除掉 你的内心根本的引头 OK 再来的问题 在躺着的时候 是否也有对身形姿势的要求 一定要脊强握吗 脊椎也有一定的要求吗 我侧卧时 有时卷缩的比较厉害 需要调整吗 OK 我可以先从一个经文的角度 来提供给你一点资讯 然后再讲我个人的意见 经典里面 在荆棘里面有一句话 他讲到说 狮子有狮子睡觉的姿势 然后如来有如来睡觉的姿势 那古代印度的传说 狮子睡觉的方式就是吉祥物 这段经文呢 我认为普遍的被后代的人误会了 我读这段经文的感觉是 就是说 好比说 不同种的生物 有不同种的睡觉的姿势 后代的人 大部分的佛教徒 他读到这个经文 他的理解是说 佛陀睡觉姿势 就像是狮子 睡觉的姿势 所以就产生出了 这种佛陀 他睡觉的时候 一定是吉祥窝 一定是右侧窝 这样的姿势 两只脚要怎么相叠起来 在宗教的历史上面 有很多艺术领导着教理 然后教理引导着艺术 艺术又领导着教理 这种鸡生蛋 蛋生鸡 不知道是哪个先开始 的这样的一个状况 这里就是一个 很好的一个案例 那个学者们 研究宗教的学者们 并不是很确定 像这样的这个误解 它造成了 有很多的佛像 他被雕塑成为 佛陀他吉祥卧 然后有这样的 这个雕像在先 有这样的影像在先 而影响了后代 佛教徒他们睡觉的姿势 还是是 先有了这样子的 睡觉的姿势 然后艺术家们才把佛陀 雕成这个样子 但简单的来讲 然后我个人的角度呢 我认为这个都不是挺重要的 现在的医学界呢 又在辩论 右侧卧好呢 还是左侧卧好呢 还是平堂好呢 各有各的说辞 而且每个人状况 也不一样的 如果你作为一个传统的佛教徒 有一种一厢情愿 你认为佛际面讲的 它绝对是百分之百可信的真理 那么你就会刻意的去找寻 那些符合你这种预设的资料 你就会觉得说 这个右侧卧有最多的好处 其实这个是难讲的 这个生物学的很多细节 我在这个地方也不想多说了 要花太多的时间了 简单来讲呢 我会建议你就是 在以一些瑜伽树的尝试 运用在你的睡卧的姿势上面 然后很多时候呢 右侧一会儿 左侧一会儿 平躺一会儿 它都有放松调整 你身体的效果的 OK 接下来问题 想粗略的了解下佛教师 你可以推荐一些书籍吗 算是太多了 那我心目中并没有什么特别好的 我的大部分这方面的资料是 真的是透过阅读了 可能数百本这方面的文献 包括书籍 包括文章等等的 得到的理解 所以我也很难单一的 跟你推荐一本书 但基本上而言呢 我认为 在二十世纪的 初期跟中期 很多日本学者 所写的原始佛教的资料 虽然他们的时间 已经跟我们隔离那么久了 但他们真的是经典 所谓的经典 就是他们是很好的作品的 好大一个程度 一直到今天都还是适用的 所以你真的要看的话 你可以看一些 比如说可能是日文 翻译成中文 这方面的文献 当然如果你有 你有能力阅读外文的话 这方面的文献特别的多了 英文大概是最多的 那另外德文法文 这方面的资料也不少 就次于英文的 就是日文 日文大概是 这方面资料第二多的 然后虽然只是第二多 但是它却是精细的细节 最多的 交代的最清楚的 大概就是在日文的文献 OK 你有计划写一些中文的 关于禅修方面书吗 还有必要吗 我们每个星期这样子上课 讲了那么多 然后也那么多 热心的同修们 在帮忙整理这方面的资料 多亏他们 我们有录音 又有书面上面的资料 所以应该可以帮 帮我省掉这方面的疲劳了吧 听前有说 您有在组织人翻译 谈尼撒罗 尊者一本关于呼吸的禅修书 不知道有出版吗 OK 这个说来话长 好多年前 我们有一小组的人嘛 翻译了那个 In Each and Every Breath 这本书 然后后来 两个关键的人物 那个翻译的功夫 特别好的朋友 他们退出了 那变成说 这个工作主要是要由我来做 那 我没有这样的意图 要去完成它 这个书大概已经翻译完成了 差不多80%了吧 还是20% 我没有意图完成它 有两个原因 一个原因是因为 这部书 它所教的呼吸的禅修 大概主要就是根据 像阿姜黎等等 这些森林派主师 大德们所教的方法 那 我对于 这一方面的禅修书籍 一方面觉得 他们是有参考的价值 另外一方面我认为 有可以在探索 可以在实验的空间 也就是说 说不定有人可以开发得出 更有普遍性 更容易弃入的禅修的方法 起码在我的自己的认知里面 我现在从事的工作 就是这一方面的工作 所以我并不是很想说 透过翻译一本书 然后好像间接的在对它的这个方法 在做推崇 然后第二个 没有进行的原因 也是因为 我事情真的是太多了 因为我是有一个全职工作的人的 所以我不管是在 推行佛法上面 那个都是 因为经济的现实的问题 我是只能够是做业余的 那所以假如 有人有心意 有我认可的能力 愿意继续这个工作的话 我会乐意把那个完成了80%的 那个译本交给这个人 然后在他的旁边 一个程度的做他的帮助 OK 然后接下来问题是 不知道国内有没有可以 指导禅修的老师 我不清楚这一点 我对于中国的佛教界是不清楚的 然后如果是台湾的佛教界的话 起码目前我所知道的 并没有什么特别想要推荐的人 OK 接下来 请问您上次课里提到 佛陀对重病者选择安乐死 并无喝责 哪部经里可以找到相关的内容 OK 短时间之内 我可以跟你介绍两部经 第一个是 相应部22.87 另外一个是相应部35.87 这两本书都有具体 那个阿罗汉病重自杀 然后佛陀具体的使用 不喝责这样的词汇 第二个问题 请问对于每次一打坐 就出嘘寒的人 你的建议是什么 OK 我的倾向是比较不会说给一个 一贯的答案 我首先会观察这个人 然后去推敲他有可能的病因是什么 当然了 如果真的是非要我非常笼统的讲的话 有很多的佛教徒我所观察到的 他们都严重的欠缺运动 他们都严重的欠缺这种基本的养生的道理 甚至包括在饮食上面 他们都是很不照顾自己的 然后再来就是很多的佛教徒 他们受到一些宗教观念的误导 所以呢 他们的那个生活的模式里面 有非常多那种咬紧牙根 然后蛮干的这种精神 但是很少那种懂得如何用智慧 在那种忠道喜乐 全方位开发 不受圣者喝者的喜乐当中 去开展自己生活 那个我认为才是佛陀所讲的 最理想的修行的模式的 OK 第三个问题 最近一位泰国禅修者告诉我 说他每晚给天人奖金该如何理解 听过很多解释 如果这不是吉祥征兆的话 我会劝他停止 可是我对这个问题也没有正确理解 OK 再一次的 我会看这个人 有好一些人 他们自认为自己在跟天人沟通 他们是有实修实证的 有好一些人 他们自认跟天人有沟通 但是你看得出来 他们是浮夸的 或者是他们是一些 很容易被自己的幻觉所摆弄 甚至是精神状况不正常的人 你要怎么样的判断呢 这个说来话长 但是有一个蛮关键的一个原则 这个原则就是 你可以透过他的讲话 知道说他平常他在看事情的重点 有没有在试着理解 事物因果关系的逻辑 如果有在关心着事物因果关系的逻辑 而且你可以感觉到他个人的修行的方式 是建立在这样的因果关系逻辑上的 好比说他在如实的观察他的动作 动作所产生出来的效应 这样子的人的话 那么你对于他所讲的跟天人的沟通 你可以给他更多的credit 也就是说对他有更高度的信任 那其他的就是得 透过不断的沟通 然后越来越确定 让你知道说这一个人 他的所谓的天人讲经 那是一个对他有帮助的 没有帮助的 是一个幻觉的 是一个坏处的 甚至是像你所讲的不吉祥的 OK 再来一个问题 我想出家 可是 毕库你在13世纪就已经断层 现在只有八千年 十千年 也不属于生团一元 那对于我们想出家 女众该怎么选择呢 可以在汉传出家吗 在汉传出家和在南传出家 是不是一样呢 如果就是想学习和弘扬原始佛法 在哪里出家 是不是都一样 哎呀 我对于这个问题也是思考很久了 对于这种女众出家人的这个难处 我是很有同情心的 但是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完善的方案 我可以跟你分享目前想到的部分 一个就是 我见到过一些案例的 少数我的几个女学生 他们有共同的价值观 他们有坚定的修行的意图 然后他们可以组成一个小的团体 然后常常呢 如果你有这种建和同结 利益和同战 这种六合合的生团 愿意在真实的佛法之中修行的话 你很容易遇到助援 善用的聪慧 去获得支援 再次我对于 中国大陆 那个地方情形 我并不清楚 但在美国这个地方 如果你要到外州 找一个空旷的地方 很便宜的一块地 不受干扰的地 然后 以一种相对原始的方法 来安居乐业 然后让 就是游说 一个部分的在家人 愿意长期的提供做护法 就是提供这一小群的女众 最基本的衣食方面的需求 可能不需要多的 一个月可能开销并不多的 那在这样这个状况之下 你可以安慰自己 虽然你并不一定是正式 剔度的 但是你的生活的确是 是以修行 是以出离作为主轴的 所以这是一种 我有思考过的模式 那至于说 可不可以在汉船出家 这个太多的变量 太多要考虑的原因 看是在哪一个 汉船的道场出家 如果你没有选对地方的话 你可能出家之后 你的烦恼比在家更多的 出家之后 你若不是在一个 起码有品德 有基本的智慧的 这个领头羊带领之下 那种生活 它可能是很郁闷的 它可能是很不健康的 然后甚至它有可能会让你 出了家之后 就不再有后退的路了 我见到过太多这样子 悲惨的例子了 所以 要考虑地方 要考虑人 OK 好 最后一个问题 当情绪低落 或者无聊的时候 如何更好地 有效地提振自己的情绪 这可以从几个角度来讲 一个角度呢 就是平常的时候 你就已经要有过着 跟缠纳相应的生活模式 所以你的肌肉 你的这个为人 它已经是根基成熟了 你那个根基成熟 你只要心里面一个微调 你很容易就可以进入状况 什么样的人 他特别容易进入缠纳呢 他平常 已经把那个快乐 幸福 平安的肌肉锻炼好了 所以他到了闲暇无事的时候 他能够以政治正念的力量 更加放怀的 更加灵力尽致的去享受 那个幸福跟平安 那个马上就是进入到一种 缠纳的状况 而且那个转折 那个过渡 感觉是很自然的 那并不会像一般的人 硬邦邦的 我让我自己 进入一个硬邦邦的姿势 然后硬要把自己 塞进了硬邦邦的状态 然后讲不 我平常我是怎么样在打坐了 你应该要留意一下你平常的生活 就是我们的课里面 佛经里面 讲到很多这种令心欢喜的技巧 可是有一个应该记得的 就是如果当你采用这个技巧 你感觉到没有办法提振你的情绪 你感觉到这个是很勉强的肉嘛 那就不要进行那样的方法 你不必要勉强你自己 非要用那个技巧 达到你预设的那个效果 而是能够比较灵活一点 好比说 与其你认为说提振自己的情绪 是要能够让自己的情绪 变得多么样的高康 变得斗志多么样的高 你不如你调整一下你的这个预设 你想说我光是我的心里面 多一点点的喜滋滋 多一点点的清新感 然后让我能够更全面的浸泡 在这样的一点 多一点点的喜滋滋 浸泡在这个里面 那种提那个心里面 多一点的清新 多一点点的那个方向感 它好像更加厘清了 这样的那个感觉 那个通通都算是一种喜 那通通都算是一种提振 很多时候 我们要提振我们的内心 你的目标不是 并不是放在 说我要多么激烈 多么大程度的提振你的内心 你的目标可以是 先是放在说 我能够多么的稳定的 比较绵密 比较长时间的 在一点点的刺激 一点点的提振 当中 缓步进行着 然后那个momentum 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 你往往你如果这样子做 你会发现到 你 莫名其妙地变得开心了 好 我想这个是 朋友们寄来的问题的部分 其他的人有没有任何的问题或心得 老师您好 可以听见吗 听得见 请说 我的问题是有关那个 SN3.38金和杂涵359金 它的中英文翻译 我先把那个中文翻译 则要念一下 是 叫做细论 细论这个字啊 这个表达法 它在大圣佛法的重新诠释里面 已经是变成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观念 在原始佛法里面呢 那个 细论 它是一个很 平时的一个东西 我们看一看 那个几个不同的翻译者给他的翻译 你刚刚有提到Sujato的翻译 你有提到Argent Jeff的翻译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 那个菩提比丘的翻译 菩提比丘的翻译 把这个翻译成 叫做mental proliferation 其实这个翻译有这个翻译的 它的优点 我特别喜欢菩提比丘的 这个翻译 我用一个例子来说明 什么叫做细论 我们眼睛看到了一个 美丽的人类 它的形貌 然后呢 你看到这形貌之后 你产生出了欲的心 你产生出了喜滩 你可能心里面按赞 哇帅哥啊 美女啊 类似像这样子 然后呢 You don't stop there 你不会在那个地方停下来 一般而言 如果你开始启动了 这种欲滩的模式 你的心它进入了这种 缘起的轮转链的时候 它会产生一个骨牌效应的 好比说 你能看到这个人 你就想到说 啊 它真像是我初恋的 那个人一样 哎呀 我最喜欢就是这种长头发 有古典味道的人 哎呀 我最喜欢就是这种意气风发 这种不拘小节 这种这种 替烫风流的这个样子 当你在心里面 你开始在导演 你开始在 做编剧 做导演 做演员 这些心里一连串的 推演 一连串的 在滋生着 那个预想的效应 这个叫做戏论 到了 譬如说大圣的龙树 那个龙树论师 他对这个戏论解释 就全然不是这样子了 他就跟这个心里学 他就跟这个 行为 他的纠正 完全无关了 走到完全不同的方向 这个 Prapantia 他甚至 也underlying tendency 这样的翻译都有点 还是太隐晦了 因为他实在是 他并不算是一种 隐藏的 或者制服的一种状态 他可以是当前 他已经启动 他已经在发挥的状态 这就是为什么 我对于 Sugato的翻译 是有保留的 那老师 那个 庄君江老师 他中文翻译成史 因为今天老师上课 也正好有讲到史 那这个 这样子 史跟这个字又不一样 史的话 他的那个巴黎语文是Bandana 你知道那个 美国人 尤其是拉丁裔的人 他们绑在头上 那个头巾 他们叫做Bandana 那个Bandana这个字 就是从那个梵文里面 Bandana 那个字 延伸出来的 所以这个 日耳曼语系 拉丁语系的很多词 它跟那个梵文的那个字 都是有同样的字根的 所以那个史 它应该是Bandana 它 几乎所有的翻译者 都把它翻译为 叫做Fetters 那这里就是有不太一样 因为它说 中文说 若思量 若妄想 生彼死 那因为 因为英文 它是讲的是 Intent and Plan 那 Intent and Plan 应该就是 比如说 所以你看嘛 你看到了这个 漂亮的这个人类 然后你心里 嗯 待会我什么时候 才能找机会 跟他要到电话 或者你心里 你虽然不好意思 这样子做 可是心里面 已经在那边 编织起 你自己喜欢的 一个小说情节了 一个电影情节了 它其实要表达 就是这么单纯 那么活生生的例子 它不是要表达一个 很深奥的东西 嗯 那 老师还有一个 一个奇怪的地方 就是这个 他说Intent and Plan 跟这个Underline Tendency 在英文的 不管是哪一个版本 它都是三个 对等的条件 就是它之间 是没有英国关系的 可是它中文呢 它是说 就是把它说成 若思量 若妄想 生彼死 那可是今天老师 讲的这样子呢 我又觉得好像 这个 有英国关系的 好像也make sense 对 你要了解 庄春江啊 他在他的那个 网站上面说 提供出来的笔记 那些笔记 基本上 就是菩提比丘 他在翻译这些经典 所采用的 像是中部的论书 好像中部的经典 有中部的论书 这个论书的书写啊 已经是跟中部 已经是隔了 好几个世纪了 那他已经开展出 独特的一套 阿毕达摩模式的解说的方法 我的建议是 把这些论述 这个东西当作参考就好 你最好不要把它当作是权威 那个 以前应顺法师 他讲过一句话 他说以佛法研究佛法 我觉得他这个口号很好 虽然我并不认为他本人 他真的是这样子做 他实际上是以中观 来研究佛法 他是以这种他自认的初期大圣 来研究佛法 如果我采纳他的这个口号 我把稍微做一点调整 我会讲说以佛经研究佛经 就是说直接的去读原始佛经 你不要透过去阅读这些论书 不要透过这个庄春江 他所引界的这个论书 来阅读那个佛经 为什么这样子做有好处呢 起码有以下这一个原因 原始经典他的场合 跟那个我们知道说 他编辑的那个时空背景 他是比起那个数百年以后的那个背景 要简朴的多太多了 所以佛经里面 假如说你遇到了一个你不懂的字 你有两个选择 一个是比较深奥的解释 一个是比较直谱的解释 差不多那个直谱的解释 都会是比较可靠的 那老师那这部经 为什么以这个 老师刚才讲的这样 以细论的这个阐述来 来阐述解脱他最关键的行呢 因为他主要在讲说 行是会让 会是视的圆 然后会攀援视柱 他就会有轮回 你看嘛 你导演 你编剧 你演这个戏 这些动作 他难道不会让你的那个注意力 继续往那个方向关注下去吗 他就是互相的 他会互相的催生彼此吗 是不是 就是这样子 那个佛经里面啊 最古老的佛经 他不会说很单线性的讲说 只有行才能原事 就是十二元期里面 无名原行行原事 他一定就是按照这样子的次序 他有时候他不是这样子 他有时候会倒过来 是他会怎么样原行 有的时候他又会讲说 这个爱欲 这个爱 他怎么样会原无名 他经常会这样子 倒来倒去的 所以你不必要太在乎 那个 这个 这几个名相 他的前后 你可以 就是在日常生活里面 去知道他是怎么运行的 这样就好了 日常生活里面 他的运行非常简单 他这个是指的是什么 他这个是 也是一种驱破的 我们那个人会注意什么东西 你实际上是受到内在的 那个驱破 那个指令 所推避的 这个就是为什么 每一个人 你差不多你都可以测得出来 只要一个有 一个爱吃的人 一个老涛 你在他眼前放一个 巧克力蛋糕的照片 你就可以 你可以侦测得出 他瞳孔是放大 你可以侦测得出 他的唾液是 分泌出来的 这样了解 谢谢老师 然后我还有一个 最后一个 那个 关于上一周老师 讲到 讲课的问题 老师上次有提到说 打电动游戏的话 如果 身心不用 亢奋的方式 去连接 这个打电动 可以 可能可以令人 不上瘾 那 我的问题是说 选择不打电玩 选择把电动游戏 比身心不亢奋的 要去打电动玩 电动游戏 它的难度要低 就是在复杂的活动里面 这种会很 highly addictive的活动里面 你要能够保持 正知正念的离遇 要比远离还要困难 所以说 如果做不到这种 在复杂活动中的离遇 或者说已经上瘾了 那是不是应该 亦然绝然的远离 那这样的远离的结果 能够直接 直接导向离遇吗 OK 首先我在这个议题上面 保持含糊的原因 是因为 现在有好一些的研究 都发现到 像某一种电动玩具 某一种游戏 它对于预防失智症 是有帮助的 某一种电动玩具 某一种打电动玩具的方法 它对于治疗 忧郁症 是有帮助的 然后我所知道的 有好一些 这个残修的老师 比如说 包括像阿俊杰 阿俊杰 他会玩那个 sudoku 那个应该什么 平自由戏啊 数学的谜题啊 他会他在飞机上 他会做这些动作的 所以我的态度 比较不会是说 什么东西 你绝对百分之百 不可以碰 可是 你要知道说 你自己个人的 戒毒中心里面 有哪一些东西 是你可以选择戒除 虽然你不需要戒除 所以如果是你个人的选择 你说我确实不要碰 我这方面的东西 完全不要碰 那当然是可以的 对这样子做 说不定是有它的好处的 然后这个 当然你的这种谨择 是必须要很对自己负责的 因为好一些电动玩具 它真的就是 几乎无可避免的 会触发那个情欲 会触发浴滩 就算是你很放松的打 它那个内容 就是很不堪的 就是说一个休闲人 是不适宜 接触那样子内容的 音乐也是同样的道理 对不对 如果有一个禅修者 跟我讲说 他听巴哈的音乐 然后他放松 他一边在花园里面 散步一边听巴哈的音乐 这个比起说 他在听一个在歌颂情欲 歌颂性欲的音乐 那可能这两者是 很不一样的 对不对 所以我不能够一概而论 讲说听音乐 通通都是一样的效果 那因为我觉得世间有太多会令人 着迷沉溺的活动 或者甚至工作 那如果在修行阶段 就是说不能完全做到这种散巧的礼遇来战胜 如果先选拨 如果先选拨规避这些活动 他能够导向 就是不是 要小心一点 为什么我这样子讲 因为你如果规避 所有一切的东西的东西的话 那我也可以问你 难道我们对佛法不着迷吗 我自认我对佛法是很着迷的 是不是 那难道是不是说 这个也要戒除 在终究意义上 说明这个也是要 也是要戒除的 但是佛陀他为什么特别针对 讲说你的首要工作是 先要戒除掉浴潭 浴潭有哪一些症状 佛陀他不会说 因为你喜欢做什么 你就一定要戒除那个 我很喜欢散步 那是不是 就是说我一定要戒除散步 我如果不散步 我会不舒服的 是不是 或者是说 我很喜欢跟同修交流 这个对我来讲 生活里面是很重要的 我必须经常听到同修 给我的提醒 给我的知之善诱 那因为我很在乎这个 所以我就一定要把它禁除掉 他不一定是这个样子 我以前一直要 试着要表达的一个道理 就是说 你与其你要针对着 某一个人事物 去做厌离 一个更手术 更精准的方式 是去厌离 那个具体的浴潭模式 就是那个心 他接触到境界的时候 那种着急 那种紧迫 那种烧热 那种饥渴 那种期盼 你把这一个部分 这个tendency 把它去除掉 而不是说针对说 我现在喜欢做什么 我就都要把它去除掉 但是如果那个离遇 是比较困难 然后远离是比较简单 那我们可以先从远离下手 然后再倒下 那是个人的选择 是啊 有很多的修行人 他们是觉得说 我对我而言 所有的声音 所有的音乐都是次 我根本不要分什么 巴哈的音乐 还是现代的那种 迷迷之音 我根本不去区分 我就是不听音乐 当然可以是这个样子的嘛 嗯 好的 谢谢老师 非常 谢谢老师 朱老师你好 嗯 我有个问题 就是因为我最近静坐的时候 他静坐到大概一定的时间呢 我比较容易陷入在一种 比较idol的状态 就我自己感觉是 他很被动的一种 好像等待什么事情去发生 而不是主动去观察 自己的呼吸 或关起人身 然后我觉得这个东西 也表现在我 其实日常生活中 也有一种很原始的 这种东西在里面 那我试着去观察 我想这个东西 肯定是某一种 心形造成的 但是我又观察不太出来 是怎样的心形造成的 所以我想问一下您 然后要怎么样去 OK 我的建议啊 你若遇到这样的情形啊 不要太快地跳过 有寻有似的禅修 有寻有似的禅修 我举个例子 嗯 假设说我现在 我在对质着 我心里面的 一种莫名的焦躁感 就算没有事的时候 我心里也是一种焦躁 然后我确知说 这个是一种浴滩呈现的方式 所以我一边坐 我已经没有事了 我已经开始进入 idol的状况了 我心已经开始平稳了 开始平静下来了 身体开始放松下来了 可是我还在心里面提醒了自己 小心哦 这一种焦虑感 它有可能是以 维系的方式出现哦 虽然我现在心里面 有什么具体担心什么事 可是我还可以觉察到背景里面 隐隐隐隐的焦躁哦 嗯 我一定要认真地去除掉它 让我想各种方法 干干净净地剔除掉哦 类似像这样 你在心里面提醒 鼓舞 念诵 这样子很容易就能够帮助你 度过那个所谓的idol的事情 好像不知道要干什么 或者是因为都没有事情了 已经安静了 已经放松了 已经沉淀下来了 变得恍惚了 然后一直到你能够在 就算不讲话 没有内在的语言的提醒 你的方向感还是非常的清楚 之前你都可以这样子 大量的善用寻跟试 哦 我明白了 就还是要自己去主动的 去停止这样的idol行为 对吧 对 对 然后提醒你自己 要怎么个停止法 提醒你自己 什么角度 我用什么角度来契入 可以让眼前这个活动变得 更有意思 更能够让我保持着性质 更能够激发我的动机 更能够让我留意到细节 类似像这样子 好了 我明白了 谢谢周老师 好 那没有其他的问题的话 我们时间也快要到了 那我们就提早一点点 结束吧 我们今天就到此为止了 下回再会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 Druid